一本比较有趣的故事 让孩子们消除对看牙可怕的印象 今天我给你们带来的故事是 我不要去看牙 我不要去看牙 今天费迪兰邀请西蒙到家里做客 费迪兰的爸爸 给他们做了好吃的甜饼 哎哟 西蒙刚咬了一口甜饼 就大喊起来 我牙疼 我的牙特别特别特别疼 西蒙 你有一个虫牙 我得告诉你妈妈 让她带你去看牙 费迪兰的爸爸说 喂是艾娃吗 我是老费 我给你打电话是因为西蒙有一颗虫牙 她的牙很疼 可怜的西蒙 费迪兰同情的说 牙医会把你绑在椅子上 然后撑开你的嘴 给你打一种非常非常疼的针 我不干 我才不要去看牙 西蒙说 而且我是超人兔 没人敢给超人兔打针 第二天早上 妈妈来接西蒙 西蒙 快一点 妈妈说 我们得去看牙 西蒙说 让我去看牙 没门 但是 妈妈才不听西蒙的 西蒙 不得不跟着妈妈 上了车 这不是超人兔吗 牙医阿姨说 臭爸爸 西蒙回答 很高兴认识你 臭爸爸 我叫玛丽露 我专为超人兔 准备了一把超级大椅子 我才不要坐这把椅子 但是 妈妈不听西蒙的 西蒙不得不坐在椅子上 别担心 玛丽露说 我不会弄疼你的 她先在西蒙嘴里 放了一种草莓味的药 味道好极了 西蒙一动不动的 让玛丽露给她补牙 好了 臭爸爸 牙补好了 玛丽露说 我的名字叫西蒙 好的 西蒙 你真的很勇敢 当然咯 我是超人兔嘛 西蒙一回家 就马上打电话给菲兰迪 西蒙要告诉她的事 其实 其实补牙 一点也不疼 好的 今天的故事 讲完了 希望面对虫牙 我们都可以战胜恐惧 做勇敢的超人兔 每天我会给您带来精心挑选的故事 不想错过更多精彩的故事 可以订阅我哦 所以如果没有用烹饭 满 men熟 着凝